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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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篇之部》的 《正向煲》国际版节目时段 今集由我去刘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 请记得帮手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三个channel 《妄向篇之部》《正向煲》 再加上晒冷气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到英国的财政大审最近在夏议院发表了秋季声明 我看到BNO女孩对这些谈话好像无视她 有没有搞错? 不留意不在意 或者他们很忙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才不要看 会不会这样? 会吧?因为有些网友的区议员现在去到英国都会留意这些事情 接着就有大肆宣扬赞英国有多好 他们说过不准放负 这个很重要的 什么叫不准放负? 主要就是所有负面的事情都不可以说出来 只可以说正面的事情 跟英国有关而且是积极的事情 其他的负面消息 例如罪案率上升 通胀上升 能源价格上涨 这些都不说 这些是没问题的 只是湿碎 有没有搞错? 如果现在英国财政大臣公然在夏议院放负 那又怎么办? 所以就不听了 立即无视他 应该公开谴责 大骂他放负 那我们再说回 那他放什么负? 不是放屁 那么简单 真是真放负 他就说明了 由他把口来说出 我告诉大家 英国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 明年 预示给大家 快过那些 下一年的运程书 好像出了一些 就说明年将会 进一步萎缩 对于英国的经济 其实已经是大胆 由他说出来 就不是说那些 救世神棍 做些什么 明年运程书 不是那么简单 他已经说明给你听 其实有一些 叫做财政的研究支付 马上已经撲出来说 都说到 全球的能源价格飙升 也是令到英国 将会成为一个 更加贫穷的国家 有没有搞错? 我们有很多钱了 是呀 怎么会贫穷呢? 以发展国家来 以发展国家怎么会贫穷? 你说 发展中国家才是贫穷的 你看看中国就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以发展的 怎么会贫穷呢? 第三世界 还在说这些话 香港也好 内地也好 认点也好 究竟怎么叫第三世界国家 我们有机会再说 其实不是说 一定是这么负面的 再回来 也说到 因为俄乌的战争 和新冠的问题 令到除了能源以外 食品的费用 就会激增 即是说英国 不过全球来说 都有相应的问题 只不过英国方面 更加明显 也令到家庭的收入 将会在未来这几年 因为那个通胀 再加上你们的人工 就追不上 未来这几年里面 就会再插水多7% 不是加多7% 哇! 再插 再插多7% 哇! 真是很难顶 哎呀! 为何这样? 真是大劲 那我们再说一下 你说这些会不会 这些智库在那里放腐 有没有搞错 他们说的 不是的 还有 将会的失业人数 会去到 再多50多万人 咦? 不是的 不是说英国 很多南岭的工 就做到你不做的吗? 是吗? 有人肯做才行 不是说南岭 不是说 不假设 你翻开这个 舍字楼的工 做了20年30年的了 很有丰富的经验 但是突然间被人兜走了 失业 你会不会跑去做些农场工呢? 是不会的 不会有这样的选择 你可能都是找一些类似的 人工低一些的工种 所以要大量劳动力的工种 仍然都会缺人 人就是这样的了 有时人老了 就更加定型 更加难转另一行的 所以有很多工是对的 有些BNO 说得对 有很多工 提供很多工作 给你做 但是你不一定会去做的 那些工作 不是说有手有脚就行 不一定应付到 而且是 所以了 失业人数是会上的 是很正常的 我们要看回 有BNO脚这种 新来到英国人的人口 是只有他们这么奇怪 就是刚才提到 假设你在英国做开教育界的 或者做教师等等 如果你现在 你觉得是这间的大学 或者可能这个教育机构 很压榨的 你也是第一时间想想 我会不会再跳去第二间 比较上没有这么压榨的教育机构 你很少会想到去做 南岭 甚至乎去饼厂 腸仔厂 你很少会这样 是否要去到一个绝境 才想到餐馆的工作 等于这样 就算你真的肯由教育界 转去做饼厂也好 你进去饼厂 别人觉得你左手左脚 到最后都是兜走你 只有BNO脚 因为他们在英国没有工作经验 即是在地的工作经验 所以我们看到 就算在香港是做教师 去到就要再做饼厂 就是这样 等于这样 你在香港做饼厂 你不会着急就去做饼厂 没错 为什么出现这个失业率 或者人数会那么厉害 就是这样 而且他们有一些关于 英国的国民 他们的生活预算的办公室 他们都有类似的说法 又比起他们说会不会放负 随着物价上涨 我们之前也说过 就去到11.1% 再者 亦都因为有政府的能源补贴 才令到他们是11.1% 即是更加大的 即是你面对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的时候 或者你要买开的东西 是真的会再贵一点 就是你拉上补下 有账单的问题 如是者 他们都说 未来今年和下一年 通货膨胀仍然会继续侵食到实际工资 再加上会降低生活水平 他们在40年内最严重的时候 就会更加厉害 对于降低生活水平 近来有一件事挺有趣的 看到他们多了去买罐头 买罐头 好事 不过来 不过来 处定多些粮食 趁如果要见特价 买多两罐 都没什么问题 我认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原来他们过往来说 也有少少对于罐头 有点点的抗拒 就是 不是啊 茄汁豆 他们很喜欢吃的 这是一件事 但是其他什么罐头 罐头物 就可能没有太受他们的欢迎 据说 现在他们为了生活成本 已经陷入危机的状态 大家都叫做 抢多了这些罐头 可能同样说 这些买来 你可以叫做摆得 现在你以这个价钱 我假设你一磅 就买到一罐罐头抢 你买了这些罐头抢 我们都留意到 这些罐头可能放了几年 是可以 严格来说 罐头是可以 放上千年也可以 但是没有人放那么久 当然 他们买了回来 假设他们的价钱 原来是这样计算的 如果我买了这个罐头抢 我现在拿这一磅的价钱来买 我等到年多之后 可能这一年有多的时间 通货膨胀 如果再多些的话 就可能变了一磅二 或者一磅三 甚至是磅半 在一年之后 或者一年多之后 可能要磅半才能买到 我便会变成 入便宜货 再加上 这样 对 价钱再贵之余 其他价钱都会贵 我便 人工又追不到 甚至乎 我的工作都没有 我便可以拿这个罐头来吃 撑住 可以的 对 有这个想法也是合理的 所谓积谷房机 买多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来价格又贵了 可以把罐头扔出来 换回钱 有赚那分钟 会不会这样 也可以 可以 可以 低价入便迟些 赚一点 高价 不要跟我抢 因为我买不饭 这些罐头 好惨 其实真的是真的 根据一些英国的Marketing公司都说 在今年的2月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见到 罐头食品的销售额 亦是叫快速增长 是比其他食品 他们经常说 哇 英国的牛扒很便宜 鸡扒也很便宜 鸡翼也很便宜 腸仔也很便宜 三文鱼也很便宜 质素也很好 不用吃香港的内地猪 不知很棒 在你们觉得这些很棒的同时 其实大家已经慢慢的入定货 其实在今年2月入的那批罐头 真的便宜过现在了 对啊 没错 对 便宜了 那时候息事务者为俊杰 那时候已经入定了 神早入定货 是聪明的 那些人入定是哪些罐头可以分享一下 好吗 好 第一就是罐头汤 挺好 蘸一下面包 有一餐 有一餐 这些方便 对比起来说 那个销售额 就是那个增长速度 已经有成两成 是吗 两成 对啊 不知道台上多不多 在家里煮一下汤 原来煮一下罐头汤也很快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呢 第二就是罐头番茄 哦 罐头番茄 那个增长额就是8% 其实已经是 很厉害 比起2018年来说 是破了很多 破顶之后再破顶 好 再来 英国来说 比较高档的超市 亦都公布了他们今年 虽然未到12月 已经提早公布了他们的 食品和饮品的销售龙虎榜 原来对于这些 即他们还说要买新鲜腸才吃的 那些 即一包包包好 那些 折折到那个腸衣里的 那些腸才吃的那些 那些B&O车都在说的时候 原来大家已经买着肉类的罐头 已经是狂买着了 一年之内 增长了36% 这么厉害? 36%? 对啊 真是麻烦 那不吃了 那如果每个都抢着买的话 大家已经买了一批货了 未来会再贵一点 那对于原来这些 火腿制成品 或者这些由肉碎 再组成出来的廉价食品 他们说 其实过去来说 二战期间 英国家庭才吃的 这些便宜的东西 没想过 现在 大家为了折省开支 要倒退 到二战期间 大家会吃这些 那时候都可以说 被围亡的食品 为了省钱 现在就能记得回 对吧 没想过 他们反而会去到这个景地 可能觉得 大家二战之后 太平了 经济也好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真是坏的 打仗的时候才吃的 那时候 乱过乱世家人才吃的 不吃 现在竟然当是商品 重要的 销售额增长了这么多 真是想不到 好了 也要说说另一点 看到那些BNO哥 他们有一个点 都挺过人 我都觉得挺好奇 我都想了很久 究竟英国人本土又怎么看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 两公婆 假如都是做男嶺的话 又说生活很好 又说有大屋 又说有花园 还说自己将来有机会 存到钱的话 可以自己买一间屋 对于他们这个说法 我都看了很久 想了很久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最近看到BBC 对于英国的国民 说面对有史以来 最大的生活水平下降 即使英国人自己都在说 我们生活水平下降了 再加上 他们的人工也追不上通胀 你们这些BNO哥 竟然说到这么口响 还说自己可以做 做男嶺做最低工资 都可以叫做存到钱 买到楼 有没有搞错 我看到最新BBC 去找这些人的访问的时候 即是什么 买罐头 即是在超市买罐头汤 有些是纸盒 未必一定是罐 我都见过 很大盒 好了 问他们 如果你们来 这样的话 你们什么环境 我看到访问了一对年轻人 一个是18岁 一个是22岁 一个是男生 然后就说 例如跟家人住 都不需要自己找地方住 我看到一个男生 即是22岁 这个人 他说自己在餐馆做事营 他自己也说 存钱越来越难 他自己也说很担心 他说从钱 过去来说 都可以存到几百磅 现在变成了 每个月能不能够存到50磅 50磅也成问题 你们还说存钱买楼 没钱值 50磅一个月 你可以存多久才能买到一层楼 50磅 50磅 10个月5成10 只有500元 一年下来 最多存到600元 你存到600磅 还有明年继续通胀 可能连50元也存不到 即时我们回回 一开始说 财政大臣也跟你说 明年再萎缩 如果再萎缩 再加上通胀 就像这个阿哥所说 22岁的阿哥 一个月能不能存到50磅 都成问题 现在也记住 下一年可能只剩40 你跟我说可以叫做买楼 是这样想的 正向点想 要正面点想 我升职就可以了 升职加薪金 何况五百五十磅 五千磅也能存到 这么厉害 加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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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资的 多一点 就算加多50% 你也不会突然劲到这样 就算加50% 也是很少 相比起 不要说到这么夸张 我还记得之前有个阿爸 说晚上在赌场做服务员 翌日下午做什么费用 帮人拍照 这个已经跟你说想买楼 有没有搞错 这些本地僵 已经说在英国住 人家都不行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厉害 有手有脚 你也是两只手两只脚 人家也是一样 人家也是一样 你多一条尾 多一条尾也不行 对 有没有搞错 人家自己 这些年轻人 18岁的人 都说 刚刚就叫她读完书 都不想再读大学 都说没办法 都不得不得要削减自己的开支 人家都说 都觉得前途暗淡 还搞笑 没有希望的感觉 他们也有说自己买楼的问题 还说如果想买楼的话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impossible 已经是不行的了 如果是 想得很快速 想得很实际的问题 如果想买楼的话 除非房价要大幅降低 但如果大幅降低房价的话 就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当然了 不会觉得资产价格暴跌 此其一 此其一 此其二的就是 有什么原因 会令房价暴跌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需要到 如果原材料 建筑材料暴跌 才可能会导致 有房价暴跌的可能 是不是 还有 有 基本上原材料都是贵的 你建极的房价也是贵的 是不是 多谢了 你有没有听过 楼市暴跌 但是经济 就不断向好 不会的 是不会的 一定是差的时候才暴跌 是的 一定是在一起的 不会说 你就找最低工资 然后楼市又跌到 趴在那儿 然后又有机会给你买楼 然后你趴在那儿 经济又很好 哪有这样的 周围都很多工资 给你做的 哪有那么好处 做楼面都不会的 这个小妹妹18岁 别人都看得到 别人一致了 当楼市跌到这样的话 那个业主一定是在经历 一些很严重的事情才会这样 当然楼市跌到这样的话 有很多坏的因素 记住坏的因素 不会说楼市又很便宜 但你最低工资都会在那儿买楼 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街头BBC 立了两个青少年回来 都能说到核心问题在哪里 你们竟然跟我说 你们准备去那里买楼 是不是瘋了 是的 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死了 真是救你的命 那我们有机会再分析 当中的衰退的问题 和失业率将会是怎样的 现在再跟大家说 好吗 好了 那这次讲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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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